现如今很多女人 她们都希望找到一个和自己情投意合的人 这样就会让她们在后半辈子 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同时也不会让她们留下任何遗憾 可往往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都说宁愿相信世上有鬼 也不愿相信男人那张破嘴 现在很多男人 他们为了骗取女人的同情心 就会不断地在女人面前说一些甜言蜜语 去把女人骗上床 事后她们根本就不会对女人负责任 所以要想判断一个男人是否真心喜欢你 就要通过以下这几件事情 如果你的老公为你做了其中两条 那么就说明你嫁略了人 并且婚后你一定会过得生活很幸福 每当你和婆婆闹矛盾的时候 她都会处理得很到位 我们都知道女人她们都担心 婚后和婆婆相处不好 然而婆媳之间也是最让女人头疼的事情 当女人在和婆婆发生矛盾的时候 如果你的那个男人主动去把这件事情处理得很到位 就说明在你老公心里他非常的重视你 并且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任何委屈 像这样的男人在现如今生活当中真的是非常稀少 所以女人们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个男人在一起的每隔时刻 这样就会让你在今后过上公主般的生活 从来不会因为某件小事而让你和两个人发生增子 三 每个月的工资全部上交给你 我们都知道很多男人他们在结完婚之后就会藏一些私房钱 其实像这样的夫妻也就预示着他们婚后也不会生活得很幸福 但当一个男人每次都愿意把工资交到你手上的时候 就说明他是真心实意的想和你待在一起 同时他也很珍惜这一份来自不易的感情 因为他知道在茫茫人海中能够遇到和自己三观都符合的人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不管未来发生什么 他都愿意和你手牵手肩并肩地一直走下去 所以女人们当你身边那个男人也同样对你的时候 你也不要再变得无理取闹 一定要放宽心和他好好的生活 三 不管再忙都会给你打电话问候一下 我们都知道很多男人在结完婚之后 他们就会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放在工作当中 从而疏忽自己身边女人的感受 然而很多婚姻也是因为这种原因而走向了失败这条道路 如果有一天当你身边的那个男人不管身在他乡 心却在你身上 尽管自己工作很忙 却愿意抽出一些时间给你打电话问候一下 这个时候就能够判断出那个男人绝对是真心爱你的 并且他觉得不管工作对自己来说有多么至关重要 可是真正对他来说重要的人似你 并且他永远都会把你放在第一位 四 在外面处处考虑你的感受 我们都知道很多男人他们总是有大男子族裔 总觉得和女人出门在外 一定要让女人听从自己的安排 这样才不会让自己在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 但是像这样的男人 他们婚后生活绝对很不幸福 因为他不能够平等去对待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可是相反 当一个男人和你出门在外的时候 从来都不在乎别人的冷嘲热风 他觉得只要两个人感情好就可以了 并且他不管在做什么事情 都会处处考虑你的感受 即使他的朋友说他是一个气管炎 他也从来不在乎 因为在他的心中 除了你就没有谁对他来说更重要了 所以女人们 如果你身边的那个男人 也用同样的方式去对你 你一定要为自己感到信任 以上这几件事情 如果你的男人也为你做了其中两条 那么就能够证明你是福中自然 并且他会不定时为你制造一些小惊喜 或者是小浪漫 每天都会让你过着不同的生活 因为他想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公主 未经许不高兴 不得着 不得着